月初一名海巡舰队的小队长姓蒋 他前往南海执行碧海专案返回台湾的时候 5号被发现倒卧在卧室里头 经过法医认为是处使 不过身为台东子弟的蒋真台 他生活作息很正常 也经常上山务农 身体是很健康的 因此家属没有办法认同这个死因 家属也质疑舰队没有回报机制 根本就难以掌握船上同人的状况 也没有医疗人员 对此海巡署到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和改善动作 只表示向上级提报了 不过何时可以有解决方案和措施还是未知数 一张张蒋真台小队长进行海上勤务作业 以及训练的照片 认真负责 镜中职守 但这样的画面再也看不到了 2月初蒋小队长在南海执行碧海专案返回台湾时 5日被发现倒卧在浴室内 经过法医认定为猝死 但身为台东子弟的蒋真台 生活作息简单 也常上山务农身体相当健康 因此让家属无法认同死因 加上当时海上浪况不佳 危险性更高 家属合理怀疑 蒋小队长恐撞击到头部才造成遗憾 当时有他们的分队长说 当时3号的时候 3号4号的时候 那个什么气候非常的不好 那个海上的浪也非常大 所以我就认定我先生 他是一定是一个 因为他要准备灌洗嘛 所以一定是一个不小心 一个没有注意就浪太大 因为那时候你说一下子高达4米 在我们自己没有防备当中 他结队是撞到 然后就当时就晕了 运过去了 我是这样跟那个检察官讲 就是检察官说 好你们家属有一问 好解剖 家属面对法医检调的强硬态度 满腹委屈 而在事发后 家属向海巡署提出 为何舰队没有安全机制 人员回报措施 与随行医疗人员等质疑 至今仍未得到回应 海巡署只表示已向上级提报 从我爸做一个申请 是3月的马上7点7分 然后一直到5号的中午 11点半超过左右 你才发现说 奇怪这个人怎么都没有出现 那你这中间到底在干嘛 你有值班 然后你应该 你房间也有电话 那为什么你不会去打电话 到各个寝室 所以人员是否很好 我希望在他们海巡署的舰上的弟兄啊 我先生是最后一个这样走的 能够他们能够警醒 就为这件事情能够警醒 然后改善他们的一些 他们的安全的设施啊 还有他们的互相关怀的机制啊 他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船出海这么久啊 应该船上应该要有异观啊 那有一些事情是制度面的问题 那需要时间去做改善啊 那自己说 未来这个原因的方向 我相信我们我们鼠部 他们应该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海巡舰队出海 要面临险恶的海上作业 执行公海巡任务 还要肩负海巡外交 与邦交国建立良好邦誼 而蒋正台小队长 由于拥有深海潜水教练执照 也时常协助进行舰艇水下清理作业 发挥所长 表现优异 为国家付出贡献 江苏只期盼海巡署能给予具体作为 不要再有海巡弟兄 成为第二个江小队长 就讲解禁风向报道